30号 英国主要电信运营商之一的EE公司 在英国六个城市开通5G服务 这是英国首个正式启用的5G服务 而EE公司在其部分5G网络的基础设施当中 采用的是华为的设备 当地时间30号一大早 英国广播公司 也就是BBC 就使用EE公司的5G网络直播了早间节目 61岁的BBC记者罗里塞伦琼斯 参与了这次直播节目 直播开始前 他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视频 为网友展示直播前的准备工作 他特意将镜头对准了华为的设备 解释说就是他能够支持我们 进行英国首次5G电视直播 EE公司的5G服务 首先在伦敦 卡迪夫 爱丁堡 贝尔法斯特 伯明汉 以及曼彻斯特这六个英国主要城市开通 接下来还会陆续在布里斯托尔 利物浦等 另外十个城市开通 EE公司表示 该公司的5G网络是基于现有的4G网络 选择新服务的用户将能同时接入4G和5G网络 即便在最拥挤的区域 也能获得非常好的联网体验 Well Huawei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elecom's infrastructure across the UK for all networks like ours